今集好想去露營帶大家來到位於元朗大江部的活基園 聽說這裡不只可以露營 本身是農夫的園主還可以帶大家認識下魚龍生態 想知道園主在牆內種了些什麼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我們會一連十集發掘香港舒服好玩設施一流的露營地點 不想錯過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集的試營人是對小動物愛心滿滿的壓茶和壓水 事不宜遲就等園主張先生介紹一下營地 看看這個吧 這是台灣的檸檬 綠色的 很隱蔽的 看不到 香水檸檬 哇 好多一隻 這隻呢 香到 好過聞這個什麼 有枝有葉 夠美菇 嘩 聞一下 豬筋梅樂 煮一些檸檬蛋糕 這個皮很棒 青果都刮出來 這東西有香 聞一下 這個叫澳洲茶樹 對 茶樹 你聞過之後 我聞到 你是不是可以煮茶樹油 對 蒸油 你可以炸茶樹油 煉油和煉手工解 看到色膠嗎 有沒有拍過色膠嗎 看到了 我看到它 在裡面 Lano 嘩 又一隻 媽媽 吃檸檬 媽媽 媽媽 一些龍眼 對 龍眼 真的大 湯做到不得了 放滿了 可以 又在這裡拍照 搖一下搖一下 多舒服 對 又在樹底 對 那個大澳山 你看到嗎 有雲 對 天天 幾小時 就可以看到日出 哦 這個可以看日出 對 在山谷走出來 很漂亮 我們窄型 在這裡窄型 有時濕 地下 天氣不好 就在上面窄型 上面也可以窄型 帶你看到兩隻大洋 這個是溫室 原本早幾年 我教人做水耕 哇 有黑羊 對 有黑羊 有白羊 這個是爐 Pizza 燒柴火 Pizza 這個是爐來的 戶外爐 搖也可以 那裏是攝影機 那裏是攝影機 小朋友來給他砌 天然的遊樂場 不用一定要買玩具 他很開心 他自己砌 他自己砌 砌完就可以 砌完就可以 砌完之後 我們砌回爐 給我們晚上做攝影機 活機緣就是 活就是新鮮 有機 我們主要是 我們是一個農場 所以我們種植了很多 花草樹木 水果 水果 羊枝都很純 一般都是吃草 吃完草之後 我們很多農作物 是不要的東西 譬如摘完水果 摘完香蕉 葉 就給它吃 還有它吃完之後 那些排泄物 我們用來轉化做有機避料 是循環用的 我的主張是共生 共生共搶 又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用那麼多 很科目化的方法 和單一的種植 土地不會支持得來 也不能夠持續 農場之後 我看到我們有地方 我本身自己都很喜歡露營 年輕的時候 多年前跟朋友 我喜歡露營 一班朋友喜歡自己 在這裡玩玩 不如我們開放 開放之後 讓人參觀一下 來吃一下 炸一下 做一些農耕的節目 DIY 讓城市人多些 生活的選擇 一般年輕人 都沒有什麼露營的經驗 營地又少 香港地 又沒有什麼 好像其他地方 比較大些 可以周圍去一下 最主要是我們做親子團 主要是讓小朋友認識一下 不用那麼悶 實際讓你體驗到 一個香膠的生活 和食物的來源 是怎樣製造的 是怎樣去操作的 是讓它有些真實感 找花、草、沙、蛇 它自己有得還 你不用賣給它 自己去發掘 給它有一種獨立的精神 很多處的地方 首先你要自己的裝備 如果去到比較偏遠的地方 你要記得不要自己 好像在都市那樣習慣了 有個手提電話 未必收到 沒有人救到你的 有什麼事 還有住的環境 很難防的就是風 風又不是風 是黃風 毒性也很重 聽多些 不是前一輩有經驗的人 山上有什麼危險的東西 還有有什麼幫不到 因為電話未必收到 跟一些相熟的朋友 或者去一些比較安全的地方 你慢慢去習慣露營的生活 是一種享受 大自然給你很多啟發 你所有的食物 所有的東西 都是大自然帶給你的 當食物缺乏的時候 你知道食物是可貴 現在就很豐富 但是這個時間 不會圍住得來 環境、氣候和人的行為 如果不保養大自然 不要了 斷了一條鏈 所以就有一個碳排放 我想露營很久了 我經常覺得很好玩 因為我喜歡煮食 第一次露營 我是帶這個營 其實那次買完 我只是上網看過怎樣搭 未正式自己 第一次搭營 我記得還要不帶鎚 拿著一條石搭 就完蛋了 誰知道第一次搭完 不漂亮 然後再搭 重複加上天幕 不知道搭了多少次 然後晚上的手這樣廢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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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著煤 其實上網看到有些 所謂的X型地 神秘型地 誰知道去到它就封了 我們就立時找到一個沙灘 沙灘是頗斜的 我另外帶了一個行軍型的沙灘型 那些 它的型也是類似 我用兩支都是營棍 它就用兩支行山棍 因為我形棍的底部是尖的 所以我凍沙是可以沒問題 只要搖一搖 進去沙灘 其實就能站穩 它因為行山漲 就不知道怎樣 進去沙灘 所以沙灘的位置本身是斜的 我幫它盡整的 其實凍土了 就是成形的 我自己的那個就沒問題了 其實我們一邊坐下吃東西 都一邊滲走 因為真是妥斜的 一邊滲走 一邊滲走 它不是這樣的形狀 總之它的形狀跟我有少少不同 所以它那個是不太頂得實 晚上一邊吹 幸好有一個人在裡面睡 吹不走 但是三點多鐘 一會到塔坊 整個形狀倒了 它純粹有一個 有個膀蓋住了 最後這個人是進來跟我睡 我自己始終都是覺得公營 其實我反而不少是去到公家營地 我反而是你看景點多了 我是看景點 大陸西灣、洛杰灣、東龍島 這些真是摘完之後 覺得身心舒暢的地方 但這裏其實比我上次去的收費營地 是闊落很多的 還有這裏有景點 對 這裏有多些景點 還有這裏很有趣 是有些農場、生果 Ciccola 聽說真的接觸大自然多些 但跟朋友這樣坐在這裏 看著草地、看著海 聊聊聊聊 其實可能分分鐘一個星期見他幾次 但這樣出來坐下 都好像有話說 如果四、五個一起出來 還嘻嘻大笑 如果沒有水提供的營地 是一定要自己帶水 我們有次去東龍島 前面有個男生很帥 拿著4L那些抽著 他一邊走一邊搏那支水 最後他搏了下山 我提前做了薯水沙拉 還有麥瓜桃 今次我做了番茄凍湯 就是番茄、西瓜、洋蔥 然後這個就是熔雪吃的魷魚 所以現在就可以吃了 這個就是因為搭配沙拉、搭配沙拉 因為外面沒有雪櫃 會帶冰袋、冰粽 記得把食物吃 如果有野豬 就掛上樹 最安全的 他經常笑我 我的碳爐要透 因為第一次買那個爐 他說我們沙灘一直撿樹枝 就可以透爐 不用大碳 然後很開心地走走走走走走走 因為背著都很重 進去冰好的薯枝 對呀 但去到沙灘已經很難找到薯枝 找到很多好幼 因為沙灘的薯水很幼 然後燒了一陣子 那時候那塊扒也燒不熟 我每次都要多帶幾塊炭 我覺得做食物的過程挺好玩的 我們每次去海灘看著海灘 扒就最方便了 對呀 我們最新是看到 用油油紙摺的碗 下油的大小小 已經夠可以炸東西 對呀 放在壁上 然後就變成炸鍋 而且我現在有很多用這個 教怎樣一個碗就可以煮 不如一碗蕃茄、意粉、煮飯 肉等一煮過 然後就像黑火板那一煮 你當作煮仔飯 我朋友去我們吃 有朋友 有朋友呢 他帶男朋友來 坐下來想一起吃東西 因為我們之前的爐不是這隻頭 是另外一些舊式的 他就說我做 我幫你加熱 要這樣插一下 這樣插一下 跟普通的煮爐一樣 不過小過了 他一插下去 看著那些煮爐 是由氣體再變成液體 我是第一次看到煮爐 形態化 看到煮爐本人 那我半支煮爐就被他用來浪費了 如果補償食物 你平時喝完的東西 那些瓶 我覺得你裝著水 然後冰過去 你當冰種 然後去到溶了 你可以喝 但是又可以拿去 那時候煮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是很方便 我覺得用剪刀 方便是用刀 什麼都可以拿來剪 剪 刀又要這樣 又要找位切 超麻煩的 這個煮爐好像是露營必備 但它又真的蠻好用的 全都很快 想體驗一下鄉村生活的你 只要在錦尚路站C出口 搭602號小巴 在大江部走房下車 沿著條路就走到了 想之下試介紹哪個營地 就記住留意我們下條片 你呢 那 你呢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